第一是滴妹 啊 是我嗎 你現在第一是我嗎 想找誰 阿滴蛋就是我們的第一 第二人選 第一人選 對對對 沒錯沒錯沒錯 你的主品牌還沒有做得很 對不起 對不起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滴妹 今天呢 大家看到我在台大的 椰林大道上 那究竟我來這邊幹什麼呢 來騎腳踏車 不是 我今天是以飲料品牌 再數五分鐘的創辦人 以及董事長 來認識這邊厲害的年輕學子 那在兩週前呢 我們就已經邀請了 超厲害的校園神人 邀請他們使用我們的 Galaxy Tab S9 Series 接受我出給他們的挑戰 那話不多說 我們馬上去看看 校園神人的作品吧 Let's go 好緊張 結果你後來準備什麼 培訓班的課程 好緊喔 張 網紅課程 對對對 那你的那個呢 貓咖啡廳 喵喵 媽咪咖啡廳 我覺得我對我自己做的 很有自信 好可怕 好害怕喔 這是我畫的 欸 好可愛喔 你可愛 這是漫畫嗎 對啊 我們現在是那個 競爭對手 好 身區校園神人嗎 聽說啊 他們不只是技能很強 而且都是訂閱破萬的Youtuber 馬上去突襲他們一下 嗨 大家 你們好 哈囉 哈囉 我們剛剛在討論什麼呢 我們在討論實習 喔 我想說怎麼這麼嚴肅的話題 我們可以討他們多一幾分 喔 多一幾分 九百 有 他們 喔 那很棒 有有有有 那我們今天呢 大家都知道我們今天要幹嘛吧 你們面前都有你們的 Type S9 Plus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要準備 開始我們的 校園神人提案大賽囉 你們當中就是會有一個人 獲勝的話 我可以完成你們 其中一個人的小小心願 但是 如果輸了的話 節目組那邊其實有準備 小小的懲罰 你們可以期待一下 好期待耶 好的 那接下來就看你們的表現囉 校園神人 Let's go Go 大家好 我是恩綺 目前是一個大學生 就讀高雄大學化學工程 及材料工程學系 頻道的名稱叫做恩綺 恩綺 那今天呢很開心可以參加 D妹這個提案活動 Woo Woo 好高修大學耶 好小妹 Yeah 因為我自己滿喜歡畫畫的 所以我今天就是以 用S10呈現的繪畫漫畫圖來為大家做提案的介紹 那因為我自己本身很喜歡吃雙麒麟 所以我今天就想要為D妹做一個冰淇淋的提案 我對D妹的印象很開朗 然後又很和哀可親 笑容可舉 你是D妹吧 你確定是我嗎 你要確定嗎 恩綺主要是這一開始簡報第一頁 就非常的吸引人注目 因為畢竟文情並茂嘛 又有顏色又有字 又還自己畫圖 還畫了好幾個版本的我 就是真的是看得出來 在這個整個構思上 還有她就是對於雙麒麟很喜歡吃這件事情 有傳達到她的心意 我就覺得很開心 電鈴在田舞之冰 那田就是跟田冰淇淋那個 是一樣的嘛 這個是我畫的三個logo 那我最開始想要設計的logo 就是中間這個圖 但是我後來覺得 越看越覺得像一個大便 好吧那我就把它設計成另一種 但是後來又覺得 顏色好像有點太統一耶 因為D妹是一個比較 有可愛啊 浮潑那種感覺的人 所以我就覺得 好那我要把它改成這樣子 就是一個樹懶比較立體的感覺 所以變得比較活潑 有多生動的感覺 那以上就是我的提案 謝謝大家 因為我自己本身 就是很喜歡用畫圖的方式來呈現 我平常想到影片的靈感的時候 我也會把它畫出來 我在上台之前 可以把檔案快速分享給D妹 所以我覺得很節省時間 然後對於提案的進展 也可以比較順利比較順暢 Logo她是選了一個她自己 努力畫出的一個3D立體版的手套 我覺得這個也是非常難得的一件事 那我覺得就是恩綺在這個簡報上 有抓住到我目光的部分 剛剛看你寫字啊 她有畫小咖 我覺得你用S Pen的那個底觸感 非常細膩 我覺得你真體就是畫得很好 最後這個畫 我是有切換不同的筆線 所以就是你在做陰影的地方 對 無法線 對 混合 混合 結色的地方 都可以用這個S Pen來完成 好的 那我們謝謝恩綺的提案 好 謝謝D妹妹 那接下來畫我們的嬌仁 哈囉大家好 我是嬌仁 然後我的YouTube頻道就叫做嬌仁 今天看到D妹妹就會覺得 她本人很漂亮 我今天比上一個學她幫我弄掉 好幸福喔 我看她之前創業的影片 就會讓我覺得她是一個很有憧憬 然後對自己喜歡的事情很堅持的人 那我就試試看做關於跨領域的教學課程 D妹妹好 大家好 我是來自嬌大的嬌仁 這次要做的主題是一個跟D妹有關的 跨領域教學的一個課程 D妹從最剛開始在英文教學嘛 然後後來甚至出了自己的單曲 甚至是把自己喜歡的飲料做出飲料店 這些東西都是大家對D妹很嚮往的 既然這是D妹的亮點 那我們就要把這個亮點再Push出來 Push出來出來 我們這次主要的三大亮點 第一個是學校沒教 第二個是高收入 第三個是跨領域 然後這是我這一次做的MindMan的大綱 然後這就是分四大項目 就是我第一次看到新制圖 可以拿來做簡報 然後可以做得這麼詳細 我覺得非常配 因為我這次會搜集到很多資料 所以我覺得這個多重視窗 幫我在做筆記的時候幫助到很多 邊看右邊的資料 然後邊在左邊做重點式的列點這樣子 今天真的讓我最最最佩服的 就是這個新制圖這個展現 要把這些東西啊 每一個細項 它沒有呼嚨喔 所以我真的很佩服 它花了很多很多的時間 來去統整一切的資料 品牌介紹的時候 這就是我們Stocken 揮灑創意 然後網紅創業之路從此開始 很會下飆 然後講師的話 我們就想說 誒 是不是可以請一些 既然D妹認識蠻多的業界網紅嗎 發問 對呀 好 你說 阿滴蛋 這是我們的第一 第二人選 第一人選這個音樂 沒錯 回答得好 我好奇啊 你畫的那個小iPhone啊 它是什麼呀 它是石頭嗎 是嗎 真的嗎 因為它的Samsung Notes功能 它可以同時支援PDF匯入的方式 像是我可以把我的新制圖匯進去之後 我也可以在上面做小插畫 和畫一些比較重要的事 像畫螢光筆 和做小註解 因為它本身攜帶很方便 所以像我剛剛在報告的時候 我可以左手抱著平板 然後右手繼續指著一幕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話 對整個簡報上面 也蠻有加分的效果 在很多文字的同時 也有一些圖片去輔助 非常非常的可愛跟漂亮的 來去呈現 這個是教人我覺得 最厲害的地方 接下來我們換我們的阿婷 Go Go 最後一位 嗨 大家 我叫做阿婷 頻道我叫做雨婷的婷 那主要拍的是幽默 然後或者是Vlog生活類型的影片 當初會接下這個case 就是覺得還蠻有趣的 就是怎麼去幫滴妹做一個第二品牌的 先我要向滴妹提報第二個品牌的提案 好的 你是拿筆嗎 對 S10就是可以用來按簡報 按一下就下一個 很帥耶 對啊 可能還沒知道 那我就會以為他是拿透音滴 OK 首先是滴妹的基本分析 那他在形象上的話 開朗 然後跟阿滴感情很好 但是 可能 不太擅長整理 欸你是 我的鐵粉嗎 沒有 花了一個禮拜 趕快調查 那我們在選擇第二品牌 應該是怎麼去選擇 那首先就是有兩條路 主要是開創新品牌跟 輔助主品牌 那開創主品牌的話就是 對觀眾來說可能就是非常有新鮮感 輔助主品牌的話當然就是 點點點 這兩點我後來思考以後 我覺得應該選擇輔助主品牌 因為我覺得 你的主品牌還沒有做得很 成功 對不起 對不起 失陪一下 對不起 我可能要回去跟我的品牌討論一下 阿滴說我們 沒有沒有沒有 做得不夠成功 對不起 對不起 我們可以從哪方面去下手 那就是想說 甜點點 那它就是可以 藉由聽覺 嗅覺 視覺和味覺 去呈現 那感覺好像有點沒特色喔 那我們就 加個貓咪 就多了一點觸覺的感受 甜點點 這次的簡報提案的製作過程 其實沒有到太早 大概就是一週的時間 常常邊走都在想 到底應該提什麼樣的案子 一有靈感呢 就可以把它拿出來 它只要接上鍵盤 嘿 一鍵切換成Samsung Dex模式 做簡報上就會很像電腦 就非常直覺 然後還多加了觸控的功能 我覺得阿廷呢 可能因為它就是國氣系吧 那它就是整個東西都 弄得非常的乾淨 然後也很簡短 馬上就可以跟你講 重點是什麼 它其實也做了很多的分析 像再次五分鐘的宗旨 品牌的核心就是 讓每一天多一點療癒 所以我覺得阿廷在 她的整個簡報最後 我是有這樣子的題目的 然後我覺得還蠻驚喜的 好的 那我們感謝阿廷的提案 那現在呢就是我們三位提案 也都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要公布 最後 英勝者是誰 我覺得都很好 怎麼能只頒第一名 因為真的很難選 你知道我現在 就是講完每個人的優點 我真的覺得我到底要選誰阿 就是每個人的優點 都是完全不一樣的 其實我真的 我想要給大家第一名 只不過因為今天是比賽 我必須要分出一個勝負 我現在還在猶豫 我覺得還有點猶豫 好的馬上來到我們的 公布優勝者環節 講真心話 你們三個人的提案 我覺得都非常非常的優秀 每一個人的提案 都有一個非常打中我的地方 然後看著你們 就是用簡報的方式 還有就是可能用插畫阿 用S-Pen阿 來去俐落的呈現 有自信的樣子 我真的覺得你們是 我們非常非常發光的 對不對 所以今天呢我不管選誰 請你們一定要知道 你們都是最棒的 沒問題 沒問題 好的 那我今天最後 就是綜合我的諸多考量後呢 今天的優勝者 3 2 1 安琪 她哭了 因為安琪呢我覺得她 主要是在漫畫呈現上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蠻多的元素 讓我在看她的獎報的時候 覺得哇 真的很厲害 教人你最厲害的地方是 你的資訊量非常非常的龐大 而且我看得出來 你做了非常多的研究 這些資訊量 你可以全部都放在一個 圖表裡面 口條真的非常非常好 阿婷的部分 阿婷的部分 企劃提案我很喜歡 然後還加上了你自己的專業 你在國際系裡面學到的 不管是Squad的部分 或是FAB的部分 我覺得都非常非常加分 也讓羅有很多學習 以上三位 今天都讓羅有衝擊到 辛苦了 辛苦滴妹了 獲獎感言 很謝謝滴妹可以再選我 感謝這個評判 很感謝她在讓我 繪畫這麼的順暢 讓我豐富的色彩可以使用 對 願望的願望 是什麼 希望我們三個未來到 再稅五分鐘這間店的時候 可能有一個 一點點小優惠 這個你就算不用提 也是會準備給你 對 今天想跟大家稍微 也是分享一下 因為我覺得 你們一定在自己私下的時候 花了很多心思跟時間 在做創作 不管是自己的頻道也好 IG也好 其實前期的努力 真的很難被看見 只要你們繼續做 一定會有發光發熱的一天 覺得真的要當一個導師 當一個老闆 當一個創作者 都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就是你可能要三頭六臂啊 然後你可能 每天都忙著蹊蹺生煙 還有所有東西都照顧著八面離路 好在我們手上有這個 Samsung Galaxy Tab S9 Series 讓我們今天的任務 都十全十美搭成 好的 所以我們今天的 校園神人 Samsung Galaxy Tab S9 Series 提案大賽 大成功 謝謝大家今天來 謝謝 陳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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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在撿爆 因為Samsung 它有IP68防水防塵功能 所以有人突然用水槍送我們 我們也可以用平板車檔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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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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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